哈囉 妳好 我是潘老師 潘莫瑪跟著我打一個拍子 一個很新的東西 我們家的玻璃就是這種 我要上次我這樣 我會碰一下玻璃 玻璃就霧掉了 霧掉 就沒有山水出來 連我的地板地下全部都是水晶 全部都是水晶 用水晶打倒的VILA夢幻住家 健身教練潘若迪 為妻女砸百萬裝潢 但卻難以想像 她母親每個月竟然 得到紅包廠駐唱的幾百塊 勉強衛生 我如果說一個人在家裡生病 忽然間暈倒了 我如果死在裡面一個多禮拜 一定會沒有人知道的 再怎麼難過 上了舞台就得笑臉一人 她是潘若迪的媽媽 易如曾經是50年代的金嗓歌后 紅 群群會的時候是很紅的歌手 就是很第一代裡面的 重量級的歌手 為你介紹的第一首歌曲 《書列宇》 讓我們熱愛打聲歡迎 易如小姐的演唱 今年已經70歲的易如 16歲的時候 就在陸軍康樂隊唱歌演出 周遍全台歌地落軍 還得做單車表演 1967年 她憑著易如的阿哥哥專輯走紅 我問你想什麼 你都不對我說 年輕的時候 憑著天生的好嗓子 加上甜美外型 一如一路紅到對岸的 香港舞台劇 甚至替窮妖電影唱過插曲 但一次 在台南歌廳的演出 卻發生了震驚演藝圈的事 有一首歌是媽媽要我嫁 我就是拚了一死 也不能嫁給你這個癩蛤蟆 就這麼一筆 那個被比為癩蛤蟆的客人 發飆砸酒杯 割傷了易如的左腿 還成為當時社會新聞頭條 也因此影響到跟家人相處 她也會影響到她的 一般正常日常的生活 因為就是你的作息 你可能對照顧小孩子 或是對焦家庭 原來易如18歲就結婚 生下了潘若迪 只是易如從小是祖父養大的 他連包尿布都不會 還有一次被潘若迪噴得滿臉都是 那個時候年輕也不懂 只只知道說把它保護得好好的 然後那個年代 也沒有什麼尿布可以買的 都是用那個破的衣服 把它剪成四方塊 然後就用那個剪一剪把它當料布 當時的小媽媽易如 白天忙著照顧小孩 晚上還要去歌廳表演 而潘若迪的爸爸是個軍人 跟著部隊調派也經常不在家 據少離脫 兩個人最後離了婚 前夫卻靜止易如去探望小孩 那年潘若迪才三歲 母子倆十多年後透過書信聯繫上 潘若迪在信上面寫著 因為沒有母親曾被人嘲笑 甚至被後面虐待 我的耳朵上的拔跟我頭頂上的拔 是他用菜刀的刀被敲的 我的耳垂被他用菜刀被敲 掉在洗臉棚裡面 他會幫我縫回去 直到潘若迪二十多歲出道了 有了經濟基礎 才把母親接回家住 沒想到 卻成為兩人決裂的導火線 晚一點起來沒有煮中飯 他可能一起床一看到桌上沒有中飯 他就很不開心 一講話就自己就沖到樓下去 我也不知道他沖到樓下去幹嘛 結果回來 馬上回來 一下拿一個便當 才短短一年 母子倆就為了家裡誰煮飯 誰買菜這些小事情鬧得不開心 最後易如搬離了潘若迪的家 一個人到西門町 租了間四五坪的小套房 跟狗狗媽女生活 平常就和狗兒散步 家裡沒有辦法開火 那就吃自助餐 十多年來就這樣 一個人在西門町獨自生活 直到前年又爆出 68歲的易如被潘若迪 棄養的消息 我寫一封信 叫他幫我帶了給潘若迪 但是我得到的消息是 你潘若迪聽說是 我給你的信 就把他丟在垃圾桶裡 連信都不看 我聽得很傷心 我也很難過 托朋友帶的那封信 是棄養同意書 當一個媽媽要主動的 跟兒子斷絕親子關係 是否認識是何等心痛 但易如說沒辦法 他為了要申請低收入補助 真的這麼做 而潘若的確始終沒有回應 兒子我當然是很想他 我也 其實我 其實我是滿喜歡他 其實他也很愛我 我知道 他也喜歡我 只是他的個性很硬 我的個性很硬 兩個人都ㄍㄧㄥ在那裡 這是比較 就這次演唱會我穿的衣服 拿出一件件收藏 多年的表演禮服 都是易如的寶貝 還有這一卷卷的CD跟錄影帶 捨不得丟就通通放在箱子裡 今年已經70歲的易如說 因為喉嚨不好 暫時沒有再唱歌了 雖然還是沒有跟潘若迪 誤會解開 不過一切只要潘若迪 快樂就好